广量慈善会成立多年来为社会公益用心投入 有感于偏向许多独居长者及弱势民众 需要关心协助 日前年来到露骨相办理 动力爱心活动 那这一次我们为什么来到露骨 我们以前大部分救济都是救助这种低收入户 那低收入现在由于政府的这种政策 已经救济的那个蛮不错的 那这一次我们为什么来到露骨 我深入到每一个村庄里面 我发现随着整个社会的老化 所以很多居家老人独居的行动不便的 以及残障的一堆 所以说我们发现这些独居户更需要我们去关怀 此次广量慈善会来到露骨相 透过各村长协助下成功帮助到地方弱势 协会也感谢各村长的协助 让这份爱心能温暖到更多民众 我们成立三十四年来 我们广集热心集散事亮起爱心照人间 我们秉持的人记你记的精神 所以我们这次来到露骨 我们偏乡希望能照顾弱势的变年富的家庭 这次也感谢地方村长里长在地的善良的人士 来一起来加入我们广量行赞的行列 一起来供指福田 先远如瑞芳感谢广量慈善会得用心关怀 来到露骨相帮助弱势民众 而社会上还是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也希望能有更多民众一起来发挥大爱精神 为公益尽一份心力 非常感谢广量慈善会来发挥一些贫困的家庭物资 送爱心来到我们露骨相 今天的物资非常丰富 所以我们很感谢广量慈善会 在我们社会上每个角落都有感受到他们的温暖 贫困的家庭现在是越来越多 希望能够更多的慈善机构来关怀这些贫困的家庭 议长何正峰肯定协会的公益精神 能够走入偏向传递爱心 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响应 一起投身公益帮助到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卢宇凯入股采访报道